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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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比較好走 平一點 天亮了 哇好漂亮 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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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廚魚頭 對 的 字幕視頻 const 白夢視頻 字幕視頻 搶著呗 對啊因為它 裡面沒有很紮實 它就會晃 今天還好啦 今天錄屏的 如果有過那個 有刺伯或元柏林的話 建築坪的話會卡來卡去 之前裡面太空了嗎 你要進來 你要進來嗎 有蠻多東西你可以幫忙飛也可以 我們蠻不反對的 這回上山 為了記錄運送PAC 也想分享給螢幕前的你們 距離我上回來有柏蘭 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 且是從雪山走過來打小劍 對天梯的印象真的不是太好 又抖又熱又多蒼蠅 受邀拍攝時 還因為天梯而憂鬱了一下 還好嗎 可以的 平均嗎你怎麼飛起來 我覺得其實有點晃 就是 它裡面一直有東西這樣 前後再抖的感覺 那就是東西太少了啊 對 對 不過不算重啊 這樣子應該才十 十六 多一點點而已 就跟你平常背的 我沒有我已經很久沒有背超過十公斤了 好 休息一下 因為這六點二顆都是平路 對 所以我們預計都讓葉 統一 背這六點二 好 讓它試驗一下 因為明天要上坡 考驗一下今天的體能 我們才能做明天戰略的調整 好 那如果明天都全軍覆沒怎麼辦 全軍覆沒兩個攝影師就要下來了 好 那今天比較辛苦的一段就是這個 攝影師可以這裡封閉 對 我們等一下高繞這一段 待會這段高繞完 我們應該很快就可以到達今天的目的地 我們安排悠閒的三天 今天算是交通天 從松茂林道進入之後 大概走兩個小時到天梯的底下扎營 明天再重裝上到尤波蘭 第三天原路折返 這次的夥伴有協會的副理事長 也是這次的統籌 志工 葉 小敏 婷羽 文聖哥 還有拍攝的我跟Danny 行前大家都不認識彼此 究竟會插出什麼火花呢? 能否順利成功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哇 到天梯囉 明天 要上天梯了 超裸露的欸 很透 你的手放進去 欸真的欸 天啊 我原本想試更薄 他有一個0.5盎司 介紹一下這個多少錢 預售一萬五 預售一萬五 2.79 x 2.79 223公克 okok 要訂購 趕快聯繫 0962080 這是他自己做的 很輕 就反映在價格上沒錯 他這次要來測試 他這次要來測試 小燕你在那邊感覺很孤單欸 來啦 一起啦 你有點孤單喔 這已經不是孤單是叫孤屁喔 哈哈哈哈 鹹跑飯 跟這個一塊炒 它一定要洋蔥的蘋果才可以 蘋果有到 蘋果有到 我們這邊1580要上到3305啊 好 早上吃完豐盛的焦點 整庄出發 我們將帳篷們封好 放在樹林邊 省點重量 一起燈 就要面對田梯了 一起燈 就要面對田梯了 準備走到游果欄 他跟一般的包包背起來 什麼差別 就變成主要 上半繩 背肌 脖子 再處理 有幾個比較大的 落差 落差 其實就是要先 想辦法穩定住 那桶子上面太晃 然後 又沒有什麼抓點 所以 其實過那邊 會有點怕怕 因為只要 重心不穩 感覺就會 掉下去 加油 加油 好 平常都沒有在問 爬升多少了 然後現在就 平常感覺很快就過吃 對 在山上的工作者 最令人感動的 英屬志工們了 我想 若不是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熱愛 且有著肉魚付出的心 是不太可能 自願承攬志工一職的 這次幫忙背負加壓艙的 也都是喜歡山林的志工 增山的經驗 跟背負能力都有 但 非職業的背工 也不一定有協作的體格 策略就是 我們大家輪流背 累了就換人 以安全不受傷為首要的原則 很晃的 對 因為要頭帶一定要用錢 讓它固定住 對 我看背起來如何 喔 太晃了 是裡面嗎還是怎麼樣 往這重心太高 嗯 所以你稍微轉彎的時候 他就會往前 他往側邊 側邊請 對 長度可以嗎 可以 好 好 出發 可以嗎 可以了齁 可以可以 感覺你也是有原住民 原住民血統嘛齁 可以可以上 好 給他一條路 這邊比較好走 平一點 雖然大家都是初次見面 但隨和搞笑的個性 昨天就已經熱絡起來了 可能也因為我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吧 彼此之間更多了互相的照顧 小心喔 背負PAC的人 前後總會有個護衛兵 幫忙看路 看頭上的樹枝 上下屢架等等 沒有人自顧自的走 天氣也是受到老天的眷顧吧 台風萬維環流 卻給了我們這三天的好天氣 才能如期的出發 將PAC在山屋開放之前運送上山 好 掃修一下 再出發 小明在飛一段 走了2點9 快到獵寮了 獵寮在海拔2300 對 獵寮是這裡嗎 對 OK 我們 4點545午休一下齁 四哥午餐先吃東西 好 午休感覺要睡覺 午餐時間 喔 還有這個蛋 欸這蛋超好吃 那個叫茶薰的蛋 對 滷得很棒耶 很棒 非常好吃 我整個都不吃喔 他有呼吸就好了 光喝作用嗎 對 等一下誰要背哥哥爸爸 沒有不是等一下 我先幫他背起來 我先起身 你看他連胸前包都準備好了 等一下喔我想一下喔 你站著就好 我們直接幫你 我站著就好 對 好 1 2 3 OK OK喔 你適合耶 走走看 走走看 你走個一圈啊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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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看 那你那個要幫我那個 哥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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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哥哥 不見了 哥哥 慢一點 哥哥還好嗎 要不要轉過來講一下新的 Fu 我想像的 好 但因為現在這邊都很好走 沒有那種大落差 或是邊坡那種 可以 可以喔 有波爛齁 可以 好 加油 在列寮過後 我也心情想背看看的心 剛好趁小敏背完 我再來背 肩帶就不用再調整了 沒想過自己可以背得動 也走得動 因礙於我的身形比較嬌小 這是不爭的事實 前屢架未能符合身形 負重又重 確實是不太好走 身體也會造成帶槍 幸好我這一段是抖一段換一段 沒過太多的地形 也算是付出了爬升兩百的努力 而拆軸一下下 我的汗水就已經用低的了 隔壁 背完感覺怎麼樣 脖子蠻酸的 就是這邊背擠有點酸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它長度還是什麼的關係 然後我的流海帶已經整個毀了 你不整理一下嗎 我們剛剛一下也走了兩百五耶 爬升兩百五 沒有兩百多一點 我有付出兩百 給你一下一個換你耶 對啊 就放在這邊啊 有感覺你看 往前衝的感覺有沒有 有欸有欸 往前衝了 哇 真的是很好笑 我們說背著PAC有著魔力 上肩之後就會自動往前衝 畢竟PAC跟桶子本身就中了 上肩之後負擔就開始了 當然要快是往前移動 Danny不愧是閃躍的攝影師 每回背著空拍、腳架、鏡頭、相機 PAC的重量應該是比他的登山包還要輕 看起來手的步伐非常穩定 臉不紅、氣不穿的 只要不要Danny的包都好 而Danny的包包確實比PAC還要重 而且為了拍攝方便 兩側的腰帶上都掛著空拍跟單眼相機 這重量的分配肯定是不太好走 天羽笑著說 我看我還是背PAC好了 上坡上坡 很陡的來了 直接抖上去 剛從這邊上來 城市的風景 漂亮 天羽這段最陡 感覺怎麼樣 背很痠 背很痠 你脖子 還沒有用頭戴好強 都用背的列寫 好七七 快到推論山了 加油 但還要再爬一半吧 有波蘭那邊3300 快3400 現在每個人的行進距離 大概都是 上大概100多 快200左右 然後休息換人這樣 飛完一段 這個腿明顯 感覺到也比較痠 也比較重 希望今天都是好天氣啦 好 我們到推論山了 2700 要不2800 來休息一下 可以穿一堆蘋果褲嗎 這幾年因為山林的開放 多處都有新建的山屋 例如屏風避難山屋 巨洞山屋 而舊有的山屋也重新整建 讓山友在登山的時候 有更好的體驗 而且增加便利性 今年8月多 水霸國家公園發出消息 將要披建由波蘭 飄丹避難山屋 很重要的是 台灣野外地區的緊急救護協會 多年來持續推動 靠山山屋的PAC建置計畫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攜帶型的夾牙腸 約8公斤重 將嚴重的高山症患者 放入夾牙腸內 模擬海拔下降1500到1800的環境 進而緩解高山症 先為患者爭取救援的時間 再來做下一步的打算 飄起雨了 現在大概快兩點左右 哇這雨蠻大的 希望一切順利 落差剩600 兩點多 哇我們還蠻快到2009了 剛剛挑了一點霧雨 還好現在就沒什麼雨了 加油跳 看葉可不抽完這一段 但應該比較難 太辛苦了 等一下可能會再換一次人 加油 快到了 OKOK 好我們現在走7公里了 剛剛進森林中 對 OKOK 好小修一下 這邊小心喔 跨一下 已經卡住了 沒有 軟的OK 可以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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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上游柏蘭前 很 很密的密林裡面 海拔3100了 哇 雖然奇霧 但是有太陽 剛剛那個森林 很卡喔 超卡 感覺 教官在後面偷拉我一樣 喔 教官喔 你走不動也不要這樣嘛 感謝 葉也拉我上來 對 我也真的吧 台灣未處於雅熱帶 氣候多變 且常常起悟 高山陡峭又有許多的密林 救難人員或直升機 要快速的進入現場救援 可能沒那麼容易 但救援 無非就是要搶時間 在高山山屋放置PAC 絕對是能幫助到高山症患者的 那這也是協會這麼多年來 持續同酬山屋PAC的建制計畫的原因 也在各方的人士出錢 出力之下 目前高山山屋均有放置夾壓艙 到了 你看到這個牌子我就覺得 好累了啦 辛苦了 自己講新的喔 終於終於 終於終於 排一千七 中國藍 PAC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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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啊 哇 PAC幫我們慶祝 現在是一位建築設計師 在醫院的行政單位 我目前在醫院擔任中醫的住院醫師 我自己本身對救護野外急救其實還滿有興趣 他有機會幫忙送PAC 我覺得有點算是滿足自己的小小的目標 就像捐學好了 我會固定去捐學 不知道哪一天我可能會需要用到他 PAC也是一樣 有可能在哪一個山屋 我也有可能會用到他 純粹一個 覺得我可以付出一點點努力做這件事情 可能一部分也是 自己就是醫療人員 自己本身也是有高山症的經驗 雖然自己沒有禁掉PAC 會知道高山症其實滿痛苦的 這個又是可以在緊急的狀況下救命的一個氣場 覺得要把它背上來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喔對 我第一次背旅家 對 第一次 是 協作大哥都很辛苦 太難背了 全身痠痛 肩膀很痠 然後腰也很痠 整個背吧 走起來感覺會覺得很晃 就是跟登山寶的那種背負感差很多 頭戴一開始其實也有點掌握不到他的使用方式 所以一開始再過一些大跨街的時候會比較不穩定一點 後來我比較習慣 還好我是沒有過素叢 我是台灣野外地區緊急救護協會的副理事長 同時我也是這次的活動召集人 第一次送就是送 吉萊林線上的吉萊山屋 另外還有送過庫阿諾線山屋 規模大一點的就是策劃了 馬伯跟南二段的白陽金、中陽金、大水窟 馬伯、馬布谷、馬力加南 這六個山屋的運送計畫 另外在今年年初也送了巨東山屋、屏風避難山屋的PAC 這次等於是第五趟任務了 要將一個PAC送到山也不是那麼容易 防火箱到油方就落差一千七了 一般山友在走已經應該矮矮矮 我們還要再多背一個PAC上來 尤其各位可以看到我們PAC上的旅架之後非常高 所以今天在路上很多地方有一些樹叢的地方很容易卡到 所以背負旅架那個人其實非常辛苦 所以是也呼籲山友看到PAC這個有放置的桶子之後 請不要在裡面放任何的雜物 除非你是有到協會受過訓的人 那你有到山上協助檢查 以及我們的國家公園的保育志工 他們也會上山也都會幫我們協助檢查 我們在 我們晚上了 好沒有日落 還蠻多雲的 今天應該是可以吃的特別多 就爬一千七 然後中間又背了一段PAC 背那段真的是 腳在發抖 才上百出頭而已 就已經蠻累的 好等一下 現在就吃飯囉 這個是除垂桶 這裡也有窗戶 然後後面是長這樣 有擦窗 那旁邊那個就是廁所了 好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吧 窗屋長這樣 總共15個床位啦 就上鋪 下鋪 跟上鋪 今晚吃火鍋 我差一點就 這次 還沒有 可以看一下嗎 哇 今天大家食量都會超好 大家今天可以吃光光 真的嗎 今天太累 太累了 太累了 另外我用吸管 收起來 大概開鍋了 哇 不要太先摸 好 哇 好幸福 對 絕對有第一個撈的成績 OKOKOK 可以的 這裡明天知道了齁 明天知道了齁 明天知道了齁 明天自己知道了 明天還有另外一個 六顆包 好 我們謝謝文聖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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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溫暖了 真的 昨天睡在山屋非常溫暖 睡得還行 偶爾翻來覆去 再次起床 居然已經是四點的事了 我們吃完早餐 在尤波蘭的冷線上 等著日出 我自己好久沒有在冷線上眨隱了 昨天等著日落 晚上看著滿天的星空 早上等著日出 沒有形成壓力的登山 呼吸高海拔的空氣 這大概是最浪漫 最享受的事了 謝謝協會與志工們的付出 師 比獸 永遠更有福 這是隨著年紀增長之後 越來越有感的 我自己也是看著他人的付出 對台灣山運的熱情 而深深感染著我 成為更好的人 這不是廚餘桶 對 因為目前我們看起來只有藍色 買到藍色的 如果山友有認識說 有廠商願意幫我們做整桶是紅色的也可以 對 那就比較看起來不是不同的樣子